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所领导的政府网顾台湾跟尼加拉瓜两国人民多年休期与共的情谊 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跟尊严 我国决定也从今天12月10号开始 终止与尼加拉瓜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外交面临大挑战 蔡政府还是只能说遗憾 奉赐的是就在尼加拉瓜宣布跟我国断交不到三小时 马上就宣布跟大陆不交 先所蔡政府上台六年 中华民国邦交雪崩是吊七国 几乎年年都有断交国 加上现在的尼加拉瓜 台湾只剩下14个邦交国 网友痛骂真的是最会断交的总统 蔡政府执政成果就是邦交国 一直断继续报经美国买天价武器 蓝军也炮轰 蔡政府上任六年断交八国 比起陈水扁八年断六国 根本创下历任总统记录 有人更调侃 蔡政府反正最在乎美国爸爸 自我感觉良好下 他国断交造就不奇怪 这种东西反正见怪不怪 难道你的存在要一个尼加拉瓜来肯定 当蔡政府狂喊世界挺台湾 外交却面对掐喉困境一直断 讽刺的是当我们买天价武器的数量越来越多 我们的邦交国数字却越来越少 记得张昌门离璇SNG小组台北报道